大家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我們剛剛在LINE的群組裡面 討論了一下什麼是Invoice 什麼是Receit 它的分別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台灣我們知道 買完東西會給你發票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好奇 發票的英文到底是Invoice 還是Receit 那先給你一個簡單版的答案 就是Invoice跟Receit 大概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台灣的發票 雖然說台灣的發票 官方的名稱是Invoice 可是我個人認為 Receit才是比較精準的翻譯 不過那是我的看法而已 我也影響不了官方的解釋 所以我們就來仔細看一下 Invoice跟Receit 它詳細的分別到底是什麼 其實是很清楚的 所以這邊你看 我們看一個Definition 這個順序對不對 我們換一下好了 我們直接看這一張 就一開始給大家看 畫面上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上面寫的就是 你看它就是一個公司 派給你的一張表格這樣子 它上面右上角寫著Invoice 然後它下面列了一些東西 你注意看 它這邊有一個 它安裝了新的 這個廚房裡面的琉璃台 對不起 那個叫什麼來的 Sink Sink中文叫什麼 突然間卡住 水盆 水盆 洗手台 Sink 安裝了新的Kitchen Sink 然後它花了多少小時 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它工錢 你看這裡有QTY quantity hour 也就是說花了三小時安裝 那一小時五十塊總共就一百五十塊 所以它的人工一百五十塊 這樣Sony 你看是不是很清楚 有細節 然後Total Sync 那Total就一個牌子 你大概知道 所以Sink五百塊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小配件或什麼幹嘛的 甚至還包括 然後這裡好像看到一個 那個空溫計還是之類的 Thermostat 所以這些都列下來 然後價錢一樣列下來之後 然後它就可以總共加起來 兩千五百九十塊 然後它還給你一個折扣 折扣五十塊 然後到最後呢 剪完折扣就是兩千五百四十塊 然後還要加上一個稅 十二%的稅 那稅的話 十二%就是三百零四塊 所以總共你欠我 兩千八百四十塊 又八十千 這一張叫做Invoice 換句話說 Invoice其實是我列一張表格給你 表格上寫著 我現在要你付我這個錢喔 然後我提供的服務或者是產品 有這些喔 那你要不要付我 那你看了這張Invoice 然後看了你看你買的這些東西 或者付錢得到的服務 你想了一下 呀這些我要 或者我已經替你做好了 甚至是 我都已經裝好了什麼什麼這些的 那我現在開張這個單據給你 但是你現在還沒付我錢 那如果說你上面有一些需要討論的 你認為說 你說你裝三小時 不對吧 你事實上實在兩小時而已 那我可能說 喔是我記錯了 那我把你改成兩小時 然後數字從今天調整一下下 我就再開一張Invoice給你 所以這一張事實上並不是購買證明 這張只是說 他條列了我給你的服務跟產品 那你OK了 你在罩子上面付我錢 所以這個多半是公司跟公司間 或者說就是可能比較有爭議的 比較複雜的一筆購買裡面 可能會發生的一個必須要的步驟 所以開Invoice這個步驟 然後等到你OK了 你付了一筆這個就2800多塊錢給我 那我再開給你一張 那個就叫做購買證明了 那一張上面就不用列那麼細 那一張上面就可能說 我現在收到了2844塊又80cent 那我現在開一張給你證明說 我收到了你的錢 所以這一張 據我的了解才叫做receipt 所以我們看一下英文的definition Invoice are a request for payment Invoice就是要求你付錢 So a receipt is proof of payment Receipt則是證明付了錢 So it's also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you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include much more information on an invoice than you are on a receipt 這就是我們剛剛花了這麼多時間解釋的 你事實上在法律上就必須要 包括很多的資訊在Invoice上 因為Invoice就是清楚的條列 我賣了你什麼東西 那Receipt上就不用這麼多 所以這是definition上非常清楚寫著的 再換一個 這邊有問說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voice and a receipt So an invoice is used to collect payment after delivering goods and services Invoice就是我給了你的服務 跟產品跟什麼這些的 然後我要給你一張這個東西 來跟你要求付款 So a receipt serves as proof of payment after a customer pays for a good or service Receipt則是你付了錢之後 給你一張開的單據這樣子 所以台灣的發票到底是什麼 BOTH OK 其實像你去加勒服買東西的時候 他會列一張 例如說你買了牛奶 你買了Cookies 你買了洗潔精 什麼這些 他有列一張給你 對不對 我覺得那一張就很像是Invoice 然後上面有條碼可以對 對中獎的那一張 其實我覺得才叫Receipt 但是我們台灣官方的說法是 條碼可以對獎的叫做Invoice 那我覺得無所謂了 反正你知道不通就好了這樣子 再做一點補充 Jason說 收據不可以對獎報公司帳 那發票有稅啊 會計項目帳目有發票的編號 而Receipt沒有 那我想我如果沒有了解錯他的意思 大概就是我們台灣所用的Receipt 上面是有 它是會進會計帳目的 它是有發票編號的 所以它必須還是被歸類在Invoice裡面 因為Receipt就真的只是付款證明而已 那如果付款證明上 它就不會有這些稅上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開發票 是為了預防商家逃漏稅嘛 所以開了發票就表示有扣到稅 有進入他會計的這個帳目 那會有編號 所以我們才可以對講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台灣的這些發票翻譯成Invoice 是比較對的 OK 那然後Aster順便補充了一下下 估價單叫做Estimate 報價叫做Quote或者Quotation 所以我們把這幾個字也打一下 所以Estimate Quote或者Quotation 所以估價跟報價 然後我們剛剛今天講的這幾個字 Invoice或者是Receipt 尤其Receipt這個字批不發音 我們常在講 我剛剛沒有提醒 這裡再多提醒一下下 不是Receipt No OK Receipt 甚至我們在有時候寫Email的時候 說我今天收到你一個什麼東西 不見得是我們講的收據 我今天收到了 例如說我收到你的一個禮物 我收到你一個什麼東西 我會說I am in receipt of什麼什麼東西 就是我收到了那個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子 好做一點額外的補充 好我們這一集就這樣很簡單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